吉安湘工所为了建构相立幼儿园的安全学习环境 特别向上级单位争取到各项改善工程建设经费 并且编列预算 一共投入了1400万元的经费 陆续的进行建筑结构的补墙 勾盖改善 增设游戏沙坑 外墙景观维护 以及设施设备太旧换新的工程 乡长游淑貞也特别在建设科长的陪同下 前往会看相关的工程 掌握了工程进度 同时为施工期间的安全 施生的安全性 严格了把关 要求施工单位要多加的注意 重视校园环境安全的乡长游淑貞 在省政评估与破话下 率先针对使用年限超过30余年的校舍建物 启动耐震补墙工程 采取简历墙以及并驻补墙方式 进行修复与补墙 打造更安全的学习环境 在不影响院童教学作息与使用的需求下 针对三栋校舍展开轮流施作作业 工程至9月份开工 预定在112年6月份完工 在一个安全防护的这个百分之百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下 来共学来学习是最重要的 因此谢谢我们国教署给我们一千两百多万的补助款 吉安相公所也自编了一百三十六万 来做挹注做好整个全面性的安全耐震补墙的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作为 我们相信在面对少子化之后 未来吉安相托不只是在幼儿教育的面向 甚至会延伸到未来是社区图书馆 以及多元族群共构的一个社区亲子友善空间 我们先把安全性做好 才可以延伸未来更多元的建设在吉安 我们希望市信移居安全建设能够防护到位 也带来整个乡亲社区 甚至整个吉安相未来整个大建设的一个防护建设工程在其中 我们一定要落实做到完整的百分百的一个确实定位 游淑貞表示面临少子化的影响 公所致力于创新教学提升教学品质 同时在上级单位舍住的经费 以及地方乡亲的认同之下 展开前瞻性的愿景规划 期盼于业务儿园北侧建设融合元克族群 亲子共学的啦啦吧跟读馆 增进整体友善教学资源 营造吉安相创新阅读新亮点 记者凌解吉安相采访报道